第一道我希望寫下來的 陳美文化園區裡頭集滿人 大家站在長桌前 排隊領取書法老師 現場揮豪寫的春聯 正如到英文好字典 石濃衛老師裡頭就他最顯眼 前秉新董作魏英聰也在現場 揮豪寫下符滿兩字分送給鄉親 人總是會換錯的 知過知錯能改就好了 拿到名人寫的那個書法的那個 拿到魏英聰親筆寫的春聯 民眾說不避諱要給犯錯的人機會 但去年魏英聰因為頂心案 三億元天甲交保 才有辦法回家過年 今年穿上的大紅色毛衣 揮別官司 還寫下陳美在懷生智歲 美漢賠得豐猴年的對聯 現場五千元起標 最後買單的人不是鄉親們 而是他的堂兄魏英卿五萬元得標 爸爸過去應該每一年都會寫這個春聯 或有一個心靈立志 或是自己能夠有一個鼓勵或祝福的 這樣子的意涵 看看過去2013年 頂心魏家兄弟回到彰化 永近老家 當時敲鑼打鼓 風光說要行銷台灣 但沒想到頂心陷入油品風波 租了發送救濟品幫助低售入戶 還開放主措讓永近民眾參觀 這一回趁著春節送出一千份春聯 還一人加送一顆高麗菜 似乎就是想透過敦親木林 來挽救人氣跟商譽 TBBS新聞陳志忠彰化報導